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GS8S上也得到了保留 保险杠底端两侧用了一个C字形的设计 之前在GS8上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雾灯的 然后现在雾灯取消了 只是变成这样一个设计 看着它的下巴好像也宽了点挺爷们的 咱们到侧面来看一看吧 来到车侧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结实的车顶行李架 除此之外呢 在前后两侧的轮煤上都有这个反光条 这个配置在家用SUV上面是非常少见的 这更像是越野玩家在出去玩之前 自己改装自己贴的这种 为了让别人看到它的这种配置 但是咱们从整个车身轮廓来看 很多人会问了 这个不是GS7吗 怎么是GS8S呢 事实上这两款车啊 是同一个平台下的五座跟七座版 轴距有八厘米的差距 所以这次传奇推出的新车呢 管它叫GS8S也是完全合理的 好了咱们再来车尾看一下吧 现在我们来到车尾 其实车尾部分呢 除了保险杠两端 有一个C字形跟车头的呼应以外 就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设计了 然后尾标上写的是390T 代表了它使用了传奇自己研发的 第三代2.0T发动机 我觉得这种标识的方式比较好啊 也比较低调 是吧 人家扭矩真的有390 所以人家就标390 如果你标一个五六百 然后最后发现 其实扭矩可能就二百多 其实你在路上 我感觉还挺尴尬的 然后咱们来看看后备箱吧 由于它的尺寸已经达到了这个级别 并且它只是一个五座车 所以肯定很多人都好奇 它后比箱的有多大呀 确实啊 它的官方容积有892升之多 像我一米八多的身高 想正常拿取放在后面的东西 都有点够不到 并且它的盖板底下呢 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储格 这辆车还支持四六比例的后排座椅放倒 在拓展之后呢 容积更是达到了1700多升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真的很适合自驾游啊之类的 因为你放再多的行李都不怕 好了 咱们到车内来看一看吧 来到GS8S的车内 首先啊 它整体这个风格已经跟最新款的GS8完全一致了 像仪表台 还有门板上 你能触碰到的位置 不是皮质 就是软性的这个糖素工艺 整体给人的氛围感还是挺好的 再来说配置吧 它这个屏幕的尺寸 实车啊 你亲眼看起来感觉特别大 但是像这个座椅通风 座椅加持这些配置都被融合到这里 没有实体按键 我个人觉得 既然这些常用的配置 倒是不如放在外面 有一个实体按键用的比较方便 仪表盘呢 也是液晶的 并且特别有意思 它这个仪表盘上的一个罩是弧形的 并不是一个平面的招 还有就是这辆车的储物空间 其实是特别丰富的 像门板上 我感觉可以放下三四个矿泉水瓶 然后这有一个专门放手机的槽 手机还可以放在里面进行无线充电 里面这个空间啊 基本市面上 所有尺寸的手机也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常规的背件 中央扶手箱里也特别深 如果一定要给前排的乘坐感受 找一点小问题的话 我个人觉得 因为这个空间还是很宽敞的 可以适当的再把椅子再稍微坐大一点 像我这个身材坐在这呢 就稍微感觉可能腿部稍微有一点佳 好了 咱们到后排来看一看吧 来到GS8S的后排啊 首先整个空间还是挺宽敞的 我1米83调整好驾驶位之后 腿部呢还有一拳多 头部呢也有很大间隙 包括这个天窗也已经开到这个位置了 所以正常乘坐的话 这个空间感还是挺好的 并且这个地台是接近于纯屏呢 只有一个大概一寸左右的一个小高台 所以坐三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并且座椅方面呢也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因为像我接触过的一些传奇车型 我就觉得它座椅比较硬 厂家呢也收到了很多老车主的反馈 所以他们对GS8S上的座椅呢 做了一定的优化 稍微呢给它调的柔软了一些 包括这个靠背的角度也是可以调节的 这些方面都很不错 但是我居然在2020年还看到了 这么光溜溜的一幕 就是这辆车的后排 没有任何一个充电的接口 所以如果你的移动设备没电的话 你最近呢也得扔到这个中央扶售里面 才能充电 好了 现在咱们把这辆车开起来吧 看看它这个第三代的2.0T发动机 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表现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辆传奇GS8S开起来了 大家肯定最关注的就是 它这台第三代自主研发的2.0T发动机 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 首先来说 它的数据跟上一代发动机相比 分别提升了25%跟22% 这样一来 它的最大功率跟扭矩 就已经达到了252马力跟390牛米 这样的数据 即便是放在这样一台中型SUV身上 也已经非常合适了 因为你要知道 8秒多的SUV开起的体感的畅快程度 跟8秒的两厢小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们现在高速上 就是非常轻松自在的 这低头一看就已经达到了这个限速的速度了 所以它的动力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它整个鞋驾驶的感觉呢 方向盘非常的轻盈 然后油门刹车踏板的力度呢 也跟传奇以往的一样 就整体驾驶感受都是非常轻松愉快的 但是我觉得它在高速行驶上 就稍微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现在我100左右 我想变一下道的话 变完道之后 你可能需要适当的修正方向 才能让你的这个车保持在车道内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车身比较大的缘故吧 我觉得也算是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 这辆车的底盘调校呢 也是完全偏向于舒适的那种 这么开着呼呼呼呼的特别舒服 再加上刚才说的它的后排空间 包括后备箱空间都特别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真的特别适合 那种爱出去玩的朋友 我觉得买一辆这么舒舒服服的巡航 多拉一点自己的行李啊什么的 真的挺合适的 但是可能如果你总跑高速的话 还会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 尽管我们这个车已经用了一个 米其林的偏向于静音舒适的轮胎 但是它的噪音可能还是略微要大了一点 不光是来自轮胎方面 因为这个整个车的状风面积也很大 所以在高速行驶起来 比如现在时速100的话 可能会感觉风噪稍微有点扰人 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为什么普通版的GS8卖的那么好呢 因为它给你驾驶起来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轻松的 再加上车身的这个尺寸也非常大 颜值也在线 所以有很多消费者在买单 那么这一辆GS8S呢 其实也拥有上述的那些特点 只不过啊 我有个小小的担心 就是如果这两者的价格差距没有拉开的话 那么是否会有很多消费者来选择一个 五座版本的GS8S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呢 好了 这一期的车子出现就是这样 咱们下回再见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